在顺手解决掉不乐之坏蛋三人捕后 唐三一行人很快便感到了欲知一福的福 双方在进行一番简单的叙咎之后便被牛糕领进府邸 而泰龙对唐三过分尊敬的举动很快便引起了牛糕的主要 于是牛糕便询问此人是何许的 这两个都是我孙子的好友 一个学院出来的 老星星 跟兄弟我难道你还要藏着椰上 这小子到底是谁啊 牛糕前辈 您好 在下唐三 家父唐浩 什么 听到为唐浩之子后牛糕果然大怒 当即便要将他们撵出欲知一笔 西元英便是当初他们四大附属宗门成为了浩天宗的器 而他与泰坦原先便是唐浩手下的四大猛将之名 而为了保护唐三泰坦很快便用牛糕产生了争执 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于是唐三便主动站了出来 决定与牛糕进行一番比试 你想留下也行我们就在这比试一场只要你能在我手下坚持一炷香的时间你不但可以留下我们之间的恩怨也一笔勾销 只见双方很快便来到网场进行比试唐三率先发动攻势虽然成功击中牛糕但很显然这点伤害在牛糕面前根本不够看 随后唐三竟使用杀神领域的进化板攻向牛糕 由于此招过于强横就连防御极强的牛糕也被阵飞树莽 唐三的此番举动彻底将牛糕惹动 于是牛糕便决定还以颜色伴随牛糕这强力一拳的轰出 唐三险些被轰出场外 幸亏唐三同时开启双领域才勉强挡下这强力的一击 而此时唐三已经开始为最强杀招准备序力 就当牛糕发现时很显然已经晚了 只见唐三使用乱披风朝牛糕攻来 此时的牛糕仿佛在唐三身上看到了当年唐浩的阳 而伴随乱披风第八十一锤的挥处 就连一旁的泰坦都坐不住 经过此次战斗牛糕也是书的心腹口 想不到此时一位不速之客也抵达了预知役